大家好,我是Michael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App 叫ShopKate 如果你想拿些免費的GIFT卡 這個App就幫到你了 什麼都沒說 你用我的Refail Code 去開設這個ShopKate 你就立刻有500個Kate 500個Kate等於多少錢呢? 等於2元 算法很簡單,乘4 再移幾個小數點位就是 5,4,25 移一個位就是2元 總之500個Kate 當然要2元 你可能會說 只有2元我閃進來幹什麼呢? 但其實2元只不過是個Sign Up Bonus 在這個App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幫你賺到GIFT卡 我總共賺回來的GIFT卡 價值可能會嚇到你 我從2015年開始用 大家猜一下 我總共賺到多少錢GIFT卡 到最後我會告訴大家 記得看到最後 其實我喜歡用這個App 並不是純粹為了拿GIFT卡 另一個主要的原因 就是它可以鼓勵我做多些運動 因為用這個App 主要的賺Kate方法 就是去到這間店 就是打開App 那你就確定能賺到那個WalkingKate 譬如我跑去Marsel 來回都差不多1公里 1公里 1公里夠不夠運動呢? 那看你怎麼跑 如果你當100米 比賽跑那樣跑 都可以跑死你 但如果你只是曬下步 曬下太陽 那都是一個有意心心的活動 有時候我家 本來都不是很想出街的了 但是看到Shoppy有一個特別的公開 譬如這個Marsel Walking有300個Kate 那我就會因為這個App 跑去Marsel 有時候邏輯也會相反的 我本身都在家製片 做到沒有精神了 打算出街跑步 曬下太陽 那我就會專程跑去一個Shoppy的地方 你又可能會說 你都XX線的 為了一個300個Kate 立即有錢 3、4、1、12 我過二人錢 就可以跑一個Marsel 我告訴你 有些人更加XX線了 會不會過月會給100元再一個Gym 然後在一個Channel上面 每月跑10個Marsel 所以用這個App 不要打算發達 當它是一隻Game玩就對了 你想一下有些人打遊戲 要付錢 要課金 都會去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 這隻Game過癮 好玩,玩得開心 有得升,不斷增值 有個Progress在這裡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開心的秘訣很簡單 一個字 就是Progress 所以有得升 有得儲分 有得儲卡 那管現實價值是等於零 都可以帶給你無同的快樂 但是Shoppy的Kate 絕對是有價值的 之前都說過了 500個Kate 就等於2元 很多大型的連鎖店 和食市 都有跟它合作 例如Apple Best Buy Walmart 有時這些店鋪 還會做些special Promotion 譬如現在這樣 換Apple GiveCard 就有10%off 即是你用2250個Kate 就可以換到10元的Apple GiveCard 但如果你想換PayPal的GiveCard 你就要貴一點 要2550個Kate 才可以換到10元的GiveCard 可能因為PayPal 你可以傳錢給別人 所以就好像真的現金 除了Walking Cake之外 另外一個賺Kate的方法 就是Scan Item Target和Walmart 就最多Item給人Scan 而且他們有Free Wi-Fi 就算你手機訊號不好 都一樣Scan得到 在這裡再提提大家 Walking Cake 除了要有Internet之外 還要打開Bluetooth 現在我帶大家來到Target 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拿這個Walking Cake 大家可以看到 我進去Target門口 開了App 我不停這樣Slide down 打算Refresh它 但也拿不到Kate 這樣的情況發生 現在就要關上App 再開它 這樣就拿到了 我的Scan Event 比Youtube好 比iMove 好 還有一個小小的Tips給大家 有時候你去Scan一個Item 你未必要去Scan上面的Barcode 你Scan架上面的Barcode 那就當然可以拿到Kate了 現在又帶大家回到Target 示範給大家看 如何Scan這個Barcode 都不是的 這個才可以 對了 這個 這裡我又想給一個建議大家 就是Target scan barcode 可以光明正大 不用像做賊一樣 還有如果要去Scan的話 最好找一些朋友一起去 這樣其中一個朋友 找到的東西 就可以全部一起Scan了 尤其是去T-C-O 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但多個人關照 互相看看周圍的環境 這樣你Scan東西的時候 都會安全一些 還有一樣東西 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出鼓 我試過有一個朋友 太過聰明了 去過那間店舖 找不到那樣貨物Scan 就Google貨物的Barcode 然後用另一個手機來Scan 這樣做Shopping 是會取消你的帳戶 除此之外 在Shopping的App裡面 有些連結 你按個連結 去到其他網站買東西 例如Best Buy Groupon 也都可以賺到Kick的 這個方法比較少用 因為如果你用其他的App 例如Recruiting 也是按那個連結 去到其他網站買東西 但你賺回來的優惠 可能是更加多的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去賺Kick 這個方法有少少麻煩 就是你去到它指定的店舖 買它指定那樣東西 然後Scan或一張Receipt 之前我也很少用這個方法 因為受到太過麻煩了 但最近我發覺 原來它有些優惠 真是極之極之大 幾個星期前 Target就是有這個 買牛扒有2500元的優惠 一塊牛扒都是大概10元左右 2500元又等於10元 基本上這塊牛扒是不用錢 不過現在這個Promotion已經做完了 但我之後會告訴大家 還有另外一個Promotion 現在應該還是Adam 所以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大家留意一下畫面 就看到我怎樣 寄寄這張Receipt 另外又要提提大家 記得要CAPT 因為試過寄寄了這張Receipt之後 它又沒有給到那些Kick我 但只要我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它都有給我一些Kick 所以如果有CAPT 就容易證明很多了 其實這個APP都挺不吉的 有很多你期望它會活動的 都不活動的 即是剛才Scan Receipt 有一次我Receipt 又很久才給到我 但為什麼我還會 recommend這個APP給大家呢 就因為它的customer service 真的做得不錯 我每次contact他們 幾天之後 他們就幫我解決到問題 reward回一支Kick給我 而且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的方法很簡單 在APP上按幾個鍵就做到了 之前都提過 去到一些重要的位置 記得要take screenshot 例如見到一些Deal 當你submit receipt的時候 或者你redeem reward的時候 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upload screenshot 去customer support那裡 另外那個APP裏面有些廣告 你知道點擊它們 你就可以馬上賺到Kick了 大家可能會分略這個賺Kick的方法 因為你看十幾秒的廣告 才能賺到一個Kick 但不要小看它 我試過按這些影片 在這裡一按就有百幾二百個Kick 而且很多時候 你不用逐個video按的 按完一個之後 它會autoplay下一個 有時你欠一兩個Kick 才能換到Gift Card 這個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 講到這裡我又想起 要拿一個sire bonus 那500個Kick 你是需要賺到10個Kick的 如果你有懶得去walk in 或者scan item 這個方法就很容易拿到10個Kick了 之前還沒說 雖然那個免費油泡已經expire了 但是另外還有一些deal 現在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deal是什麼 就是totova的這個vodka 因為本身都是12-13元左右 但是你買完scan receipt submit了之後 是可以拿到2500個Kick 那就是減10元 就是你2-3元就可以買到這個vodka 還有一支特價的咖啡味的vodka 9.99而已 不知是因為咖啡混合酒的人 覺得怪怪的 所以沒人買了 對啦 10元的酒減10元 就是等於免費了 大家如果想試一下 一支咖啡味的vodka 可以在下面留言 但如果你不喝酒 我還有另一個deal給你 就是這個在Take買的香腸 它本身都是3個幾個而已 但它現在有個700個Kick的deal 寫完將receipt之後 就可以拿到700個Kick 700個Kick等於7-4-28 等於2個8 就是差不多幾毫子 就可以買到這班香腸了 這裡再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就是去到這個Caramonte的T.J. Max 在這個parking lot 就竟然可以拿到它的walking cake 連車都不用拿 所以去到那裡 不妨繞進去parking lot 拿它的walking cake 來到這裡我要開股了 究竟由2015年至到現在 我總共賺了多少gip卡呢 答案是$10,470元 這個答案有沒有令你們覺得很意想不到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最後 要再提一提大家 記得用我的referral code 這樣你和我都立即有500個Kick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掰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